因应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发生新冠肺炎群聚的感染 花林县政府农业处和卫生局25号在花林县蔬菜运销合作社 设置了新冠肺炎临时快筛站 针对市场员工、承销人员、批发商以及贩运业者共400多人进行了快筛 截至25号上午有将近300人完成 结果都是阴性 而28号开始员工进出市场 必须要持有7天内的快筛阴性证明 才能够卸货以及交易 因应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发生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花林县府日前全面快筛往返北农运输的49名农会职员 全数阴性 25日则在花林县蔬菜运销合作社设置临时快筛站 针对造册相关市场412名员工快筛 25日统计快筛622人 结果结尾阴性 因为北农的群聚案例 我们这边花书也准备说 未来进入我们花书进行批发交易 或相关交易的工作人员 我们都是要持有筛检阴性证明才能入场 所以这个我们希望说 还没有筛检的相关的人员应该尽快来进行筛检 那如果还有筛检的需要 我们建议就是明天可以到花莲市卫生所的筛检站去进行筛检 花书印刷合作社是全花莲最大集货拍卖场 自三级警戒后就应应提升防疫措施 每日全面消毒 市场入口管制仅缩到三个 我们从五月中开始 我们每天清晨的一点半开始 才开放我们整个进入我们的花书的车辆或人员 都前面的清烧 然后到下午六点 六点以后清空以后 我们再做一个前面的清烧以后 八点全部进空到明天的清晨我们才有开放 我们都前后早上晚上 我们都有做前面的市场里面的清烧 花书印刷合作社理事主席李顺德表示 花莲果菜批发交易都为自产自销 外来蔬果都为细罗批发市场 国产水果来自屏东东市云林等地集货区 进口水果则来自桃园南坎集货区 28日起外来车及承销商 若没有提出7日内快筛阴性证明 就不能进场 呼吁民众踊跃快筛 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 记者长邦彦吉安相报导